Hello,大家好,今天做了一道脆杂瓶菇,希望大家喜欢 瓶菇洗干净,然后撕成小长条,别撕得太小了,不然钻干水就没有了 然后水开,放入瓶菇,焯两分钟 然后用凉水过凉,多过几遍,让它凉透 然后钻干水 然后用小半碗的面粉,加一个鸡蛋,加一勺椒盐,一勺油 然后调成酸奶浓稠度的面糊,放入瓶菇,搅拌均匀 锅中的油温烧到六成热的时候,就是插一根筷子进去 周围的小泡变得特别密集的时候,放入瓶菇,中火炸三分钟 一次少炸点,分几次炸完,炸好之后捞出 全部炸好之后,把油温升高一些,然后放入所有的苹果,再复炸两分钟 边炸边用筷子搅动,炸到金黄捞出泥油 摆盘之后,然后用辣椒面,孜然粉,椒盐,拌匀 然后撒在炸好的苹果上即可 非常美味的一道菜,喜欢的朋友收藏保留一下做法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,谢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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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